酒精 冨ана 我有一次在法国趁她音乐营 然后我的学弟呢 他就拿了某场牌的乐器给我 然后这个螺丝是 它是一个 就是这里面的螺丝 它是这样拉出来 就当... 全部掉出来 然后她觉得 她拉出来 她就装得回去 现在又装不回去 所以这个都是学问 对啊 对对 都是学问 可能拆长笛就要先学个几个月 对 是的 对啊 那看你有没有基础 像我们有虚立工业基础 就是我自己拆了 刚刚才讲到修阅器 我就想到 那请问因为跟这个案件 也是有关系的吗 就是它这个垫子开孔跟壁孔 会不一样吗 不一样 开孔的几个孔 事实上它是会把皮垫 中间我们讲冲掉 冲掉以后 对就像那个压掉 压饼干一样压掉 压掉 然后放上去以后 它有个圆圈 像盘子一样 盘子把它盖上来 但是壁孔的话 它就是用一个Disk 一个叫小圆片 然后所有螺丝 不太一样 然后Open的它是用盖上去的 那以维修的工法来讲 开孔比较麻烦 还是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其实都很厉害 开孔就是要多一个工具 可以把它盖 有个环 对 对对对 马上电的想法都一样 那为什么 就是不开这种孔 要变成同样的开孔 还是要有电 因为第一个 到后来 贝姆迪他觉得这阴孔太小了 他必须把阴孔放大 要大声一点 要大声 大声一点 所以你一旦开大 你手盖不起来 你就非得加电子 加圆圈 是 不能例如说像枇杷一样 带甲指甲之类 或者夹 夹的时候意思 应该是把这个塑胶电子 黏在你手上 我觉得 我觉得是我们可能还没进化 像青蛙一样 开孔跟壁孔设计理念 就是说 其实在壁孔上 我们在吹奏上 可以就是比较大力的去减它 它的音孔的承受力比较好 可是开孔来讲 相对的就是说 我们要改正现在的吹开孔的想法 因为开孔 毕竟它的孔开了 所以当你吹 气吹大时候 它会卸掉 所以那时候 开孔一年要特别小心 不能吹太暴力 其实那音会偏 偏很高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后代在改 开孔位置的时候 有时候升F的位置会偏 所以我们想让老师争论说 升F要用宗指 对啊 我现在看到很多那种 这个其实我们必须去看的 就是说 依照你的乐器吗 就是最真正的生发那个键 对 你要看这个 因为这个是联动键 对 这个盖子的位置 当它比较偏向G的时候 你吹升F就小心一点 不能太容易吹 那甚至在法国来讲 他们有时候 如果它偏高的时候 你吹升F用宗指 宗指 因为你吹这时候 它离它比较远 音会比较高 可是用宗指 它离它比较近 它的卸压比较慢 所以你是说 你要观察你自己的场底了 是的 如果是比较靠近这个身居这个案件的 靠近G这里 对它都要靠近 我是说往这边靠 往上靠的话 你就其实是要用 用宗指 那可是如果它 就是稍微离开一点 你就用原来的 不过一般来说 应该都是以还是用四为主 训练上 不过说实在 我在德国学的时候 我后来用到一本教本 它有专门叫你练三的 那会不会跟那一支笛子有关系 我觉得可能 我后来想一想 跟贝母场底有关系 对 然后他们就会 而且他们会很清楚 这时候用三 这个时候用四 可是这个事实上 这个只发生在法式场底 在贝母底来讲 你一直要是open 后来 第四 甚至他们认为说 四还太多了 他必须用一个辅助键 我连孔都不要盖 好吗 孔不要盖 我连这个孔都不要盖 因为你盖的是不是多闷了 所以就是这个键 你只要那个 所以这是为了凶方 对 这很忙 这样迎接 但是 但是他也倾向于说 你在长银的时候 很明显 很漂亮 但是你经过也许就 它是过去了 对 OK 那在法国跟美国 很多老师说用中指是因为 为了经过也很简单 因为你 B跟SENF的trio 你没办法 对 可是如果在德国底 他们很要求 这个筛值是怎样 因为我的手太小了 那我也 我这个 这个真的是 很大一问 那你都已经买开孔了 对 那这样塞回去 这个你要看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说影响大不大 那我回到它 金色或音准吗 我回到它的设计 如果它当时的设计是用 Cross打开的话 你塞回去会更好 全塞吧 对 但是 但是如果说 它是用法式的原来的一个 Open Holder才能去开 你盖起来会太闷 那法盖 你是法式还是德式 请问 他是德式 我问一下 塞 好 对 那你也可以做一测试 你自己塞 跟打开 让你吹 感觉 你可以感觉得到 好 这 学问很大 对 还要先判断一下 不是 对 不是一定会怎样 所以我回到最开始 开孔的闭孔 其实大家看到是上面的阴孔 其实我更看到是阴孔下面的阴孔的位置 暗箭下面的阴孔的位置 那才是真正决定阴准的地方 那我想要帮学生们问一下 就是那我们现在市面上 其实蛮多日式的跟美式的场地 日本品牌 美国品牌的场地 那这两个国家的乐器 大部分是以德式为的发展 还是以法式场地位发展 就是阴孔的部分 这个老实讲 就是各厂家的秘密 他不会告诉你 那我们可以自己量吗 可以 可以 自己量是最科学的方式 因为这才是真理在这 因为主寸拼不了你 那个拼不了你 但是除了这之外 我们还要去研究说 他的阴孔的盖子的开度 第二个是吹口片的设计 所以比较开的是 比较不开的是 可是现在都会都很开 那也不会有 那我看上他秘密有多开 那个阴孔越大 是声音越大的意思吗 应该照理说 一般来讲就是说 他泄压更大 但是如果你气比 补不到的话 你会很费力 比我的低一点 比你的低一点 你是说阴孔的开度比较低 我的有比较低 所以这个开度越开 也会越亮 理论上 但是如果说你 超过他的设计的泄压 第一个你就很难吹 第二个音种会偏高 会漂亮 那可以改开度吗 可以改 但是你要了解 哪一个是合理的开度 因为开度的一个设计 跟你的气速 跟你吹口的 吹口孔的泄压有关系 这是相对的 泄压这个词 其实在我们在教学上面很少 请你好 泄压 他蛮不会用 你怎么泄压 没有就是你就会 就会要叫他去感觉气流 气流 对 就像学生讲 其实他尤其是开孔 其实像一般是这样的开孔 你手指还是会有气流 对 还是会有一点 那个筋果的温度 那时速度感这样子 所以当闭孔是先 以贝姆来说闭孔先发明嘛 然后我们再去改成开孔嘛 是这样子吗 当我们这一段 跳到这一段 要再回来这里的时候 的原因是什么 要问法国人 要问法国人 因为基本上 我认为是为了承袭这个Rain Key的一个 一个法国感觉 另外就是说 这个以下为我的想象 牵涉到法国人的存疑 我不能买他东西用他 我要我自己的 这很多理由 是要吧 对 是啊 发展就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的为什么 其实历史上没有写 那你只能心 自己去想象 对 你要综合所有的评估社会 文化等等 有时候即使你讲对人家 也不见得承认 对 没错 那只是一种感觉 对 谢谢我们今天 三位老师为我们分享 这么有趣的古董场地的知识 开孔跟B孔的知识 那我们下一次会讨论些什么呢 大家请多关注我们的 古董场地读书会 下次见 拜拜